主料,面粉640克,温水250克,白萝卜300克,肉200克,主料,酱母一小勺,油一大勺,糖两小勺,盐两小勺,鸡精一小勺,酒一小勺,蚝油一大勺,老抽,葱姜末,麻油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用少量的水将酱母化开,倒入面粉中,再慢慢添加水搅拌成面絮, 合成光滑的面团,放温暖出发酵,两小时后,花椒完成,将白萝卜取皮,洗净,擦成丝,用盐腌制一会儿,挤去水分,将肉取皮,洗净后多成泥,锅内烧热爆油,下葱加末爆香,放入皱泥,加点酒炒至变色关火,倒入萝卜丝,加糖,盐,鸡精,蚝油,老抽拌匀,再淋点麻油灯香, 把面团放在面板上揉透,切成面剂,改成包子皮,将包子皮中放入线,捏成包子生皮,捏好的包子放在蒸笼中醒20分钟,盖水上锅,蒸25分钟左右端火,再等3,5分钟就行了,烹饭技巧 一,活面食,水料一点点的加压,新手要注意这点,水温也不能太低,胃不烫手为夷 二,萝卜丝又盐腌制过,放盐要少一点,太咸就不好吃了 还有萝卜丝放入后事半云,不能有火,要不太熟了 在小锅中,泪口感就差了哈 三,那几个最丑的是女儿和老公包的 哈哈,女儿,要放在第一层露露脸,跟他们的比,我捏的还算好看 呵呵,自我安慰一下 其实我以前比他们包的还丑 只要不断总结经验,就会越来越好 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